就 彼此在互動中 就是有你行為 要自自 對 自解 就是在彼此關心中存 存錢 儲蓄 然後 彼此關心 然後互相扶持 然後 就是還有卑微 不讓不因為 態度太過於高傲 而是有人 嫉妒之類 然後順從全力 順從全力 你剛剛說 要不要因為 態度高傲被人 嫉妒 所以應該要 謙卑 謙卑 對 卑微 好順從全力 謙卑 然後 有界限愛彼此 然後有界限 對 很好 很重要的話 第一組 今天大家都講得完了 好 再講第三題 這是我覺得可能我要先從一個唐觀者的角色 然後進到 在床氣裡面 我們要從一個 只是在觀察 進到那個 真實的關係裡面 對 真實的關係 去 就是去經歷那個彼此真誠相愛相待這樣 然後好像透過這些真誠誠實的相待 我們可以更了解彼此 然後 可能會更認識你身邊的人的界限是什麼 然後你認識了知道了 那我們就要去照顧到他的界限 對 你要尊重他了 對 但是這樣子要需要時間的需要更多的認識 你需要去包容彼此的差異 非常好 大家都有很多的 很多的分享 那我們這個時候可以來看一段經文 謝謝